感谢红尘冤丸的一键啤酒非常感谢 还有以下粉丝的赞赏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淘汰赛一块地 这个一块地之前给大家玩过对吧 有些粉丝说强烈要求我再玩几局这个地图 那么我们就再玩一下 这个地图被作者稍微有一点点改动 因为上次我们玩的时候一进来要先罚战20秒钟 这个作者就把它改动一下 一出来先看了一个核弹 看了一个核弹以后就可以开始了 然后我们直接先抢地盘 这个淘汰赛一块地之前玩过我也说了 要以最快的速度先把邻居带走 我直接甩两个地堡造两个兵营 先造兵营不着急出框场 先造兵营出兵就快 你看他出兵没我快 然后我这个兵多我的地堡就可以打得赢了 兵多这个兵可以助攻一下 他的地堡就拼不过 拼不过以后所有的动员兵直接拐过来 先打掉兵营打掉兵营 然后出个漏人混在这个兵群里面 直接偷他的基地他看不见 你看到没有 这个漏人混在这个兵群里面了 他一不留神就把他基地摸走了 摸走了以后他就没了对吧 然后他开始招狗 招狗也没有用啊 我们直接把他基地卖掉 然后甩一个地堡用这个动员兵先打死狗 然后他就没了 这个动员兵一旦生了三星 这个狗是进不了神的 然后直接打掉地堡打掉兵营 他就没了对吧 然后没了以后呢 你看看这边这边紫色也把旁边灵就带走了 没了以后就赶快把东西全部卖掉 因为这个淘汰在一块地啊 你把邻居带走了以后呢 你就已经进入了下一轮 进入了下一轮 但是这个资金呢就是现在的经济 也是带入下一轮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为下一轮 多存一点钱 多存一点粮草 我们现在有9000多 然后造一个矿场就把基地电厂全部卖掉 卖掉以后呢疯狂囤钱 多囤一点钱啊 看看这一盘对我有威胁的 就这个紫色 你看紫色也是一样两个牛采矿对吧 然后他也把基地电厂全部卖掉 感觉这个紫色呢是我这个进入决赛的对手对吧 有可能了看看办决赛能不能遇见他 因为这个随机分配的啊 你看这下面两组还没有打完 还没有打完呢就开始冒出了中立单位啊 这个地图的作者就是防止有些人不打在那里熬阴 他就会冒出这个很多中立的防空车 你不打不打就会被地图的作者呢 用这个中立的防空车整死了 现在我们囤了一万多啊 这个钱还是不太够继续囤 这个进入下一轮呢 他会送3000块钱啊 上次我们也玩过这个地图对吧 直接进入下一轮了 然后就变成了半决赛对吧 这个时候卡了一下有人发现 进入了半决赛看看这个紫色 这个紫色呢他跟我不在一组啊 他在跟那个粉色打 我们这边呢分配了一个小黄 这个小黄呢肯定守不住我对吧 因为上一盘的小黄呢 他跟邻居打呀损失惨重 这个资金呢没我多 那边的粉色呢估计也守不住那个紫色 那个紫色呢 第一轮我就看得出来 他有可能会进入决赛对吧 是我的对手 然后我们广化以最快的速度 先把小黄带走 你看小黄 小黄这个时候呢先造两个兵 这个跟第一轮 一样啊第一轮挨得近 你可以先造两个兵 这个第二轮呢是玩坦克战的 所以说你矿场好了 就一定要先造重工啊 你第二轮你出两个兵 你没有用啊 我离得你比较远 第一轮离得近对吧 然后我们直接出一个重工 你看他没有钱造矿场了 他直接造三个兵 你矿场也不造 造了三个兵钱直接卖 把基地一卖 他肯定守不住吧 你光造兵有用 第二轮是坦克大战乱 然后你看下面下面那个粉色 也守不住紫色的对吧 因为紫色第一轮存了很多钱 跟我一样 你看他还比我先带走邻居 我这边的小黄还没投降对吧 然后小黄又来偷我 偷我的话就直接卖掉 反正早晚要卖掉 然后再把他带走啊 现在什么都不要造 把东西全部卖掉 把病年卖掉 你看直接就进入到下一轮对吧 这个第三轮呢决赛 决赛呢作者有改动啊 上次我玩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基地对吧 这一次有两个基地 有两个基地呢不要同时发展两个基地啊 所以说我们就发展苏军 然后这个盟军基地呢 我们就直接拖过来对吧 拖过来我提前在这里卡个地毛 你就抢不到我的油田了吧 我直接把基地甩过来放个地毛 然后出两条狗来又到上面去守住油田 这样我们就占到了两个油田啊 这个有一点改动 我记得上次玩是没有两个基地的 等一下这个盟军基地呢可以卖掉啊 因为这个地图呢 等不到你出双科技啊 所以说我们先造动员兵 然后这个紫色的经济呢跟我差不多啊 他第一轮第二轮打邻居也快 第一轮也存了很多钱 他的经济跟我差不多 但是这一盘呢我占到了两个油田对吧 我占了两个油田 我的经济比较好 我家里还有一个我三个油田啊 然后我们先出重工 先出重工以后呢我就准备造一个船厂啊 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对手把基地拖过来 把基地拖过来没有用呀 这油田已经被我炸了 一打开我就甩一个地宝 甩一个地宝呢 然后我们在下面再出个船厂 出个船厂来造两个驱逐舰了 等一下用驱逐舰去打他的基地 这个驱逐舰呢估计打也打不到什么 就是干扰他的注意力对吧 你看他这里把基地卖掉了 等一下我们也把基地卖掉 他没有钱再败 你偷我偷我就打死你的防空车 然后两个驱逐舰在这里打他的基地 让他很难受 我们再把这个动员兵调到下面来啊 准备走下面进攻 这个紫色还是比较有钱的 他没有占到两个油田 他也存了很多钱对吧 第二轮第一轮存了钱啊 现在他想走中间过来 你看我走下面进攻 他就走中间过来 他一直想跟我换家 你跟我换家 你冲过来我就掐住你的头 然后在下面再摆一个矿场啊 这个对手我感觉玩的还可以啊 你看他出了雷达对吧 出了雷达 他想照高科技的话他没有行 我照高科技就比较费劲 然后你过来打我的基地 我在下面甩一个地宝 你去打我的基地 我这个驱逐舰就过去摸他两下 让他很难受看到没有 这个不为了打他啊 就是让他烦 你去打我 我驱逐舰又来打你基地 然后你中间的动员兵过来 肯定过不来 我家里有很多动员兵对吧 我这个动员兵是守住桥头的 守住桥头你冲不过来 然后现在我们就准备出高科技了 感觉这个对手呢 一下两下打不死了 他防守挺好的 你过来 你过来 谁进攻谁吃贵呀 你不过来我就出铁幕 然后造一个飞行兵啊 我们反正有盟军兵 可以造飞行兵对吧 直接造几个飞行兵整他 然后再出一个高科技 准备造铁幕 你打我的油田呢 我就掐住你的头 反正呢 我油田比他多 油田比他多 他耗不赢我 然后飞行兵过来 你又要造防空对吧 你造防空 我直接打掉你的重工 然后我们没钱了 把基地船厂全部卖掉 卖掉以后呢 憋一个铁幕出来 就赢了 这个地图呢 是用游里版本做的 这个兵是游里版本的兵 这个兵要厉害的 你看你现在没有重工了 你咋玩 你没有重工了 坦克好像也没我多了 就是因为他没有抢到油田 经济不好 而且我的铁幕都出来了 感觉都不需要铁幕了 我们直接冲过来 把他带走 然后来看第二盘啊 我们再玩一盘 第二盘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下面 对吧 这个地图呢 是默认的苏军啊 不管你是随机到什么国家 他一进来 他就自动变成苏军 因为这个抢地盘呢 苏军有优势 对吧 蒙军抢地盘 抢不过苏军 然后旁边有个弹能射 我们直接还是 跟上一盘一样 先出三个兵营 三个兵营造兵比较快 对吧 然后再造三个地宝 直接延伸过来 你看 只要你的兵多 他的地宝就兵不赢 因为这个兵多呀 可以助攻一下 他的地宝打不过 然后直接先干掉你 两三个兵营 这样这个对手就守不住了 然后我们直接甩了五个地宝 甩了你家 第一轮一定要打快一点 打快一点才能存得到钱 对吧 不然的话第二轮就没钱 然后这个大兰营守不住了 你看卡住了 估计是拔线投降了 他一拔线投降 我们就把东西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 留一个框厂采框 再造一个框厂 两个牛就够了 因为这个第一轮呢 框不多 你造多了框厂呢 因为造框厂也要两千块 对吧 你造多了这个框厂呢 你这个钱呢还没回本 你就进入下一轮 所以说两个牛就够了 然后把基地电厂全部卖掉 然后看看这边 你看这边粉色也是结束战斗了 所以说第一轮打完了以后呢 先观察一下 哪个对手对我有危险 你看 这一轮就是这个粉色对吧 粉色跟我一样 也是以最快速度把邻居带走 两个牛 我这个框厂呢 我等一下卖啊 因为我可以手动 手动同时交框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看 都打完了 怎么没有进入下一轮 还有谁 还有一个陈猫猫 你看 这小黄不打这个陈猫猫 你看到没有 他想存钱对吧 陈猫猫打完了以后 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呢 半决赛啊 这个粉色呢 没有在我这边 粉色在下面 估计呢 到后面的决赛 又是我跟粉色打了 因为这个粉色第一轮 存了很多钱了 所以说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 先把小黄带走 先出狗对吧 所以说有些粉丝 一直强烈要求我 再玩一盘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主要还是看操作的 这个发展呢 不重要 主要还是看第一轮 你只要第一轮打得好啊 基本上都可以进入决赛啊 只要你第一轮手速快一点 操作好一点 早一点把邻居带走 多吹一点钱 你到了第二轮 第三轮 你就比较轻松微吧 你看这个小黄 小黄造了很多兵 他不造兵了 我们把地宝的甩到中间 甩到中间 这样他的牛车过来 就会对我地宝整 然后我们出一个重攻 出一个重攻呢 我看看能不能投到他 因为这个地图呢 本来就不太好投 但是我发现他手速慢了 你看他没钱造重攻 他第一轮拼得太惨重了 没钱造重攻 直接就吓死了 他造了几个兵 他就没钱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成功进入决赛了对吧 然后看看这边 这边粉色 你看粉色又把那个小黄的重攻摸走了 摸走了以后呢 小黄 哎呀 怎么又被小黄摸肥去了 小黄好像卖了 基地卖出个漏腿 又把重攻摸肥去了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把东西全部卖掉对吧 全部卖掉等他们分出胜负 我们在决赛 决赛统一胜负 这一盘应该是粉色 应该是粉色 打赢了 这个小黄肯定是守不住 就算他们打赢了的话呢 我估计进入决赛了 他肯定整不赢我了 因为我的钱多对吧 你看我现在踩一车框一两千块钱 哎呦这个小黄可以啊 这个粉色操作不行 这个小粉的就应该把基地卖掉 有机地干啥呢 卖掉基地造三十个兵就可以打进去 因为这个坦克的打地宝不行了 你没有兵的话 你看你坦克数量跟他一样多 你没有兵的话 你肯定是打不死他的呀 你看他这样用坦克点地宝 用坦克点地宝就导致自己的坦克 你看被挨了几炮就打不赢 哎呀这个粉色 你看牛车也不动 这本来有优势的 你看现在才卖基地有啥用 早一点卖基地出兵 这个经济有优势 一定要坦克配兵 坦克配兵才打得下来 然后小黄一看自己没钱了 他把重工卖掉出一点兵 你看小黄应对的还是不错的 哎呀呀 这个粉色要被小黄给反杀了 你看小黄直接冲过来 哎呀还好还是没打赢了 但是这个粉色呢 这个半决赛耗得太惨重了 决赛他肯定整不过我了 你看我存了一万五对吧 然后一进来反三天 哎呀这个好像改动了 好像反了五六千了 然后这一盘呢 我们还是把基地拖到下面来 准备在这里摆个地堡 站住游艇啊 你看他跟我一样 他也是把这个基地搬到上面去 放个地堡站游艇啊 我记得我上次玩这个决赛圈呢 好像一进来是反三千万元 但是好像现在改动了啊 好像进入决赛反五千 但是我感觉反了五千他的钱还是没有多 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啊 本来呢我是直接出重工跟他出坦克玩 但是我感觉我的经济多对吧 我经济多我就把基地拖到你家门口来 拖到你家门口来 一直造地堡一直造兵 让他花钱对吧 你看他没钱了 他把盟军基地卖了 我们不着急卖 因为有两个基地啊 造地堡比较快 看到没有 这个战术是灵活多变的 哎我直接三个兵营造到你家里来 你看他没钱造地堡了 他要一直造兵一直造地堡 又去出重工 出重工你有钱造坦克吗 哎我直接四五个兵营造到你家 然后这么多兵 就算你坦克出来了 你也打不过这个兵 然后漏人偷基地 你看再打掉你的重工 嘿嘿你没我有钱 我就跟你玩这种类比战术是吧 我直接营生过呢 你就守不住了 直接带走